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前往丹荣亚路沙滩 跟着Nick探长避开人潮 在早晨时光享受无人打扰的美丽海岸线 与Nick探长来场海上浪漫探险吧 丹荣亚路沙滩有着世界最美西洋观赏处的美誉 但是Nick探长却推荐不同于一般的行程 他说早上八点的风光更加美妙 我们一早就来到海边 跟着自身的Nick探长 选用奖板作为今天的出海工具 今天的旅程开始了 出海前细心又专业的Nick探长 带领着我们在沙滩上 熟悉今天的交通工具 确认大家都顺利掌握奖板之后 Nick探长也帅气地下水 带领着我们一同向更广阔的海洋出发 立于海面之上 海风一阵浮面而过 滑墙也一次又一次地 打入波光淋淋的海水中 我们就这样滑着奖板与大海共舞 Nick探长引领我们在小岛上休息 随后便带着小微探员跃入海中 这片温和平稳的海域并不深 海葵与小丑鱼尽在咫尺 传说中的魔鬼海坦触手可及 海面以下的世界多彩缤纷 明镜祥和 历史讲坛把我们带到这里 我们在这里享受与鱼群同游的时光 MEDO SUP 甚至是FATS 最大的股队高明 这是世界最快的股炸 因为它是个有关的 它是最重要的 那么大家可以做 ذلك 你为什么不需要非常合性 它是人家 年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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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此时的 Gamble 大家做它 在英国 英国 英国 澳洲 全都是 말ag 我们想 这 Maine 他们在马来 在这个美丽的早晨 我们结束了一场 别开生命的探险 也深刻明白 那个探长为何会爱上 早晨的丹荣鸦路沙滩 以后到亚碧 除了观赏美丽的日落外 相信你也会期待 与那个探长一起 乘着风 滑着脚 进入这浪漫的海上世界 下一集 我们将跟随 踏透的小维探员 乘坐老式Combie 在亚碧来场独特的 公路之旅 每周六晚上八点 一起探透旅行 关注我们 每周探透都会带你去旅行 点赞留言 把你的想法告诉探透